今天来回答一个模糊的高赞问题 为什么VR始终不能绝起 大家好,欢迎收看XR行业 是这一部TV影片的期间视频节目 老喵聊VR 老喵最近做的节目 微软腾讯自解快手 接力裁撤XR部门 XR产业会不会在音寒冬 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观看和评论 找事有点惊呆了 因为聊的话题还是偏深的 原来以为会很少人感兴趣 在这里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今后老喵的视频 除了XR新品硬件评测之外 基本都会是探讨行业深度问题 老喵也更希望从行业的逻辑底层 去分享一些自己的观点 还希望大家多多一键三连支持 好,我们来说今天的话题 老喵前七天在一个VR群里 发现一个模糊上的问题 为什么VR始终不能绝起 这个问题由459个回答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这期节目老喵分为四个部分来阐述 第一,不成熟的VR进入大众市场的时间太早了 第二,VR的硬件和内容到底哪个更重要 第三,VR不仅仅是游戏机 第四,未来的VR产业能否崛起 首先我们要从事VR媒体这个多年 都依旧不得不承认 VR这个产品本质上就是个早产儿 现阶段的VR产品 其实是第二次的VR商用化浪潮 上期九十年代 任天堂的Virtual Boy和世家的世家VR1 刚出来就失败了 而从2014年原门Facebook的Meta 以30亿美金收购Oculus为标志 开始了第二轮的VR商用化浪潮 但2016年以HTC Vive Oculus CVE Sony PSVR为代表的三大VR产品 就真的成熟了吗? 2016年到2017年的时候 其实整个行业基本已经有了共识 VR需要达到的三大指标是刷新率高于75赫资 延迟低于20毫秒和K以上的陀螺依刷新率 但尤其只有这三大VR产品达到这一标准 很多我们惊听而出能详的品牌的产品 在当年是远远不及格的 很多朋友会觉得VR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底层逻辑 VR头显只是产业链的终端产品 当我们拆解一台VR头显的时候 屏幕、光学系统、芯片、定位系统是其核心关键 从屏幕来看2016年至今的发展逻辑是 AMERON、FAST LCD、MACOLED 逐渐眼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从光学系统来看 则是垂直光路中的非内耳透镜、非球面透镜 和折叠光路中的Pancake并行眼镜的结果 这里多说一句就像很多朋友会觉得2022年 怎么还有非内耳透镜的VR头显呢 就说明这些人完全不懂VR 光学透镜的眼镜是并行发展 而不是单一路径的眼镜 芯片至今还是大量依靠手机芯片为主 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VR专用芯片 定位系统同样也是以红外定位为核心的Outside-In 外向内定位和Inside-Out内向外定位 并行发展的逻辑 虽然今天的VR产品依旧无法让绝大多数用户满意 但至少它是能够面向市场的产品 当我们今天换一种思维逻辑 如果一台VR一体机里面塞进去i9的CPU 40系的显卡画面质量市场角刷新延迟都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 且不说价格多少电池只有5分钟的续号 那这样的产品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个细分品类的消费电子产品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而慢慢陈述的 这就像你不可能指着2011年乔布斯就直接发布了 拥有iPhone14同等技术的手机产品 当年的技术只达到了iPhone4的水平 其次VR的硬件和内容从2016年至今依旧没有逃出双螺旋意志的问题 当我们回顾家用游戏主机和智能手机刚刚起步那几年 PS2已经有了很多优质的游戏 Xbox也有光运 智能手机刚出来就有像愤怒的小鸟神庙逃亡 以及微信支付宝这样的必备应用 硬件的升级能够支持全新模式的游戏和内容 现象机的游戏和应用又反向促进了硬件的普及 这本质上来看是一种双螺旋向上的促进作用 至于VR硬件上没有现象机的游戏或者应用 略微知名的游戏根本无法带动硬件的增长 这就是双螺旋意志 始终没有逃出机身弹还是诞生机的悖论之中 同时VR跟之前几乎所有以画面为核心的科技发展都不同 无论是照片电影录像带DVD互联网智能互联网 都有过初期因为色情内容而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VR却没有享受到这一红利 但值得庆幸的是 至少目前来看以游戏这条路来带动VR硬件的销量是走不通的 之后会不会有生产力应用的普及而带来VR硬件的普及和增长 从去年Pico转播世界杯一些VR演唱会 至少能看出VR娱乐可能会是一条路 最后很多朋友都会说未来的VR能否绝起 这件事我也时常问自己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分析 首先是游戏 我们知道这几年真正意义上的游戏大作 普遍都有游戏影视化的趋势 人物建模逐渐追求真实化 这一前提之下 VR无疑是未来高品质游戏承载的优质平台 其次是娱乐 纵观影视技术的发展 从黑白到彩色 从8毫米的胶片到65毫米的胶片 从平面到3D始终都是在追求沉浸感 VR无疑就是沉浸感最好的承载平台 至于生产的应用 尤其是培训类应用 以建立深刻的印象和肌肉机为核心 无论是书本 平面 屏幕都无法和VR相提并论 最为核心的 在现有的先进科技当中 像人工智能 包括AIGC、XGPT 智能机器人 或者说量子计算机等等领域 在5到10年内 能够实现大规模商用 进入大众消费市场的 尤其只有可穿戴设备中 眼镜或者头衔的形态的产品 肯定有爱刚的小可爱会说 最近XGPT那么火 那一定是未来 那老苗要说了 XGPT今天是免费的 如果问一个问题 付一块钱 你一个月愿意和这个机器表集为天 算力是很贵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VR的崛起几乎是必然的 只是这个崛起的时间点 并不在于VR 而在于产业链各项关键技术 不断的进步 至少在老苗看来 随着固态电池逐渐稍用化 哪怕是以2022年的VR 崛起的可能性都很大 何况各项技术依旧在不断进步呢 好 本期节目老苗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视频前的观众朋友 喜欢老苗的节目 记得点赞关注方 近三连 老苗聊VR 让你听懂关于VR的一切